北京时间8月3日训,胡仁成为休赛期最大的赢家,不仅招募到了联盟第一人,还低价引进了龙多,师弟纷纷等多名实力汉将,从于滥一月成为征冠球队,全队上下愁躇满车。 但洛尔邓却愤怒地表示,他肯求胡仁尽快交易自己,希望到一支尊重自己的球队去打球。 洛尔邓无奈地表示,我想上场比赛,我想成为球队的一份子,我不想待在一个不信任自己的地方,我不是在安置什么,但我会坦诚相待。 对我来说,如果得不到欣赏和信任,我宁愿换一个地方,我想要到一支尊重自己的球队去打球。 上赛季,洛尔邓在打完与快船队的揭幕战之后,就被摁死在板邓锡。 整个赛季剩下的81场比赛,都未能得到任何上场机会,这对于一名工房俱佳的职业球员而言无一比坐牢还要惨。 胡仁现在帝老板珍妮巴斯也表示,他也希望能够交易洛尔邓,但实在不理解当初为何牵下他。 更悲惨的是,洛尔邓与胡仁还剩两年价值3681万美元的合同。 洛尔邓与胡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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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